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月20號 星期五 馬上就是大年三十了 阿波羅網全體同仁給我們的觀眾讀者半年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陪伴 支持和贊助 祝您何家在新的一年裡 浮吐高照 平安幸福 宏圖大展 本期視頻的內容有 阿波羅網報導 中共遇到卡爾了 習近平這樣說 綜合報導 重磅 日經報導 美國國民兵已經擴大訓練臺灣國軍 習近平集中力量 辦蠢事 辦傻事 消息顯示 馬雲已飛往香港與重量級金融界人士會面 感謝您的關注與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遇到卡爾了 習近平這樣說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中共喉舌的宣傳報導中 不斷重複習近平在此前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話 習近平說 什麼時候沒有困難 一個一個過 年年過 年年好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都是這樣 爬坡過坎 關鍵是提振信心 習近平還說 頂住壓力 練好內功 站穩腳跟 沒有跨不過去的坎 這裡的年年過 讓人想起了一幅著名的對聯 年難過 年年難過 年年過 在中國傳統皇曆新年將至之際 習近平這番話不僅真實地反映出中國大陸慘淡的經濟現狀 也暗含著中共現在真的是遇到坎了 同時還反映出大陸商界 中共政壇瀰漫的信心缺失 縱觀歷史長河 中華民族在這五千年確實是年年過 但是過來的是中華民族 而不是那一個個朝代 對於歷史上的那些末代皇帝來說 他們遇到的真的是無論如何也過不去的坎 甚至他們中有些人遇到的是再也過不去的年 一段時間以來 習近平講話中不斷出現類似表述 比如去年11月23日 習近平率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見記者 在講話中 習近平再度提到四個字 驚濤駭浪 習近平對前方的道路用了風高浪急還是驚濤駭浪來進行描述 而這些詞彙在19屆記者見面會上沒有出現過 阿波羅網記者發現 習近平近期至少四次提及驚濤駭浪這一說法 此前不久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說 十年來 我們遭遇的風險挑戰風高浪急 有時甚至是驚濤駭浪 各種風險挑戰接踵而至 其複雜性 嚴峻性前所未有 16日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式上做報告時 說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18日 習近平在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說 接受疾風暴雨 驚濤駭浪的考驗 在習近平的描繪下 中共前方的道路不是疾風暴雨 風高浪急 就是驚濤駭浪 重磅 日經報導 美國國民兵已誇大訓練臺灣國軍 臺灣總統蔡英文去年5月下旬 接待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時表示 美國國防部正在積極規劃 美國國民兵與臺灣軍方之間的合作 世界日報引述日經新聞報導 知情人士表示 在此之前 美國國民兵就已展開對國軍的訓練 多支國民兵已在臺灣和美國 與中華民國國軍進行交流 其中似乎包含夏威夷州的國民兵 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說 我們對具體的行動 參與或訓練不予置評 但我要強調的是 面對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威脅 我們對臺灣的支持與防衛關係依然不變 我們對臺灣的承諾堅若磐石 致力於維護臺海兩岸和區域內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國民兵擴大訓練臺灣國軍 反映了美國對臺灣潛在軍事緊急情況的擔憂 而此舉旨在透過臺灣軍隊的訓練規模 來強化對中共的震懾力 並深化臺美之間的合作 如同美國國民兵協訓烏克蘭軍隊 有助該國抵禦俄軍的入侵 消息人士指出 儘管一支國民兵通常是對單一國家實施訓練 但對臺灣的訓練與SPP不太一樣 因為臺灣正與多個州交流 在SPP的機制下 多數國家只跟特定的州合作 而臺灣的訓練選項較多 新美國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斯托克斯說 若獲證實 透過臺灣軍方和美國國民兵建立的夥伴關係來加強訓練是重大的一步 而華府已對此討論了一段時間 美國國民兵提供的訓練 可能側重改善臺灣利用後衛部隊的能力 對整個社會的軍事動員計劃帶來更大的支持 習近平集中力量 半蠢事 半傻事 中國新年臨近 大流行病仍肆虐全國 與往年近老百姓屋子鮮鍋蓋不同 1月18日 習近平通過視頻連線表達慰問 他說 以類甲管是正確選擇 防控重心已從防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 習近平對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醫護人員和患者說 近三年來 對嚴格實行以類甲管是正確的選擇 經受住了多輪病毒變異的衝擊 最大限度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 有利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並稱 這樣做微優化防控措施 實施以類儀管贏得了寶貴時間 習近平還稱 現在防控處在吃勁階段 防控重心已從防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 這是習首次談論中共突然180度大逆轉 無準備放鬆管制的話題 在中共嚴厲清零政策下 中國經濟遭遇不可逆轉的重創 據中共官方數據 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僅為3% 遠低於其設定的5.5%增長目標 實際情況可能更差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 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表示 習近平常常講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現在看來是集中力量辦了蠢事 清零也好 突然放開也好 這都是黨中央來計劃的 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是習近平最喜歡說的 他說 就是他們有制度優勢 就是共產黨把全中國的資源都壟斷起來 所以他們可以說集中力量辦大事 結果是太集中 集中在領導人的意志上面 結果都是以集中力量辦蠢事和傻事而告終的 余茂春表示 中共雖會迫於形勢而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調整 但並不會真正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他說 劉鶴說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這是充滿了滑稽和諷刺意味的 這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是第一次沒有中國的民營資本家 像馬雲這樣的人物參加 因為他們都被打跑了 余茂春表示 在經歷了清零的瞎折騰和毫無準備的突然放開後 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正丟掉其國際信用 消息顯示 馬雲已飛往香港與重量級金融界人士會面 據《香港經濟日報》1月20日報導 該報接獲消息指 馬雲近日已經飛往香港與金融及商界重量級人馬會面 但消息未透露他們談論的內容 同時 馬雲也趁機會與多位朋友碰面 消息還說 馬雲暫時會逗留在香港 不知道何時離開 或許馬雲有機會在港迎接中國新年 報導指 近期香港大幅放寬出入境旅遊限制 這無疑方便了大陸及海外政商界來港處理事務 估計更多財經界大人物會陸續飛往香港 今年1月5日 馬雲被拍到現身曼谷泰拳賽館觀站 並拉開架勢與泰國著名拳手過招 隨後 馬雲陸續被中共當局奪去對原來旗下企業的控制權 1月7日 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 螞蟻集團管理層不再是阿里巴巴合夥人 公告顯示 馬雲的股份表決權從53.46%調整為6.208% 這也意味著馬雲將退出螞蟻集團實控人的位置 1月8日 恒生電子在港交所發公告稱 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馬雲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恒生電子和螞蟻集團間接持股5.54%的金橋信息 也宣告馬雲不再擁有該公司權益 車上亭蟻集團團由馬雲 下席 林妙蟻集團 聽我 字幕給大家看 LIJ uno不宣無法 白ی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